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5月7日親自致電 西非小國塞拉利昂總統 承諾為塞拉利昂提供抗疫支援和幫助 並強調雙方要拓展互相合作 外界推測這個舉動 與該國擁有豐富的抗產有關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鋼鐵生產國 但是因為國內的鐵礦石品質較低 而且遠遠無法滿足鋼鐵生產的需要 它的鐵礦石原料80%依賴進口 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澳洲和巴西 中共和巴西的關係最近出現問題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5月5日暗示 中共病毒可能是中共生物武器 基於上述原因 中共開始轉向印度和抗產豐富的非洲 去年底 江果和赫麥龍都收回了澳洲Sundance公司 對橫跨兩國穩藏量56.4億噸的 大型鐵礦的開採權 並將部分的礦場轉交給中國企業 地處非洲西海岸的塞拉利港 鐵礦豐富 中企已經在那裡運營了大約10年 去年開始將已經停產的一個鐵礦項目重啟 這個名為唐克里里的鐵礦 總資源大約137億噸 從2011年起 中共國企山東鐵礦公司 就在這裡開始運營並向中國出口鐵礦石 從去年9月23日起 中國的慶華投資外行公司接受了鐵礦 繼續投資運營 並在今年1月29日 將首船鐵礦石發往中國 中共還在基內亞投下140億美元的巨資 拿到西芒道鐵礦的採礦權 該鐵礦礦石儲存量超過22.5億噸 但位於偏遠的山區 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 在去年7月份的一份研究報告說 中共在非洲的鐵礦石戰略是長期的 而且不惜任何代價 中國國企和民企已經在非洲鐵礦石上投入巨資 所以即使新開發的非洲鐵礦需要幾年時間 並需要大量資金開發 也阻止不了懂得玩長線的中國 中共智庫中非貿易研究中心 在上月20日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宣稱 中共在非洲有多種選擇 所以即使新投資的非洲鐵礦石礦礦 需要幾年時間和大量的資本注入 這樣也不會阻止中國的投資腳步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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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